大家好,我是胡卡 哎,如何糟蹋了一个好过失 我想导演李仁岗最有发言权 我之前一直对潘登哲抱有无限期待 这种期待是即便他之前拍过盗墓笔记 天降熊师,红门燕这种电影 我依然想着他能有一个翻身之作 但是沙滩的王八注定翻不了身 整部电影所有的演员演技都很在线 即便是非专业出身的景伯然也毫无瑕疵 可惜,整个故事毁了演员 也毁了中国登山队曾经的传奇 故事一开始就是一群梭雨和飞跃逐风 结果很多喝死了 这个镜头莫非是要呼应当年英国人说的 飞鸟也无法在此逾越 然后上来直接就是三个队员在1960年登顶珠峰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这一下搞得热血沸腾的 我还以为是放音厅弄错片子倒着给我放的 但是我很快反应过来 可能要讲的是1975年第二次登顶珠峰的故事 哎,不讲开辟先河最震撼人性的1960 选择去讲1975 但我还是抱有期待 希望后面能给人惊喜 惊喜真的来了 吴京居然恋爱了 想不到吧 铁骨真正的汉子 居然和张子怡在电影里搞起的暧昧 并且写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让张子怡在废弃工上大声朗诵 而吴京自己配合了这段施朗诵 我起了跑酷 登山的废弃工厂的最高点 我们的吴京准备和张子怡表白了 但吴京说出我想对你说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那句表白肯定说不出来 果不起然 一个队友过来说正位叫他集合 吴京和之前的登山小队来到正位面前 原来登山的时候他们没有拍摄视频资料 因为吴京为了救摄影师张艺 选择把摄像机扔了保张艺的命 可这般是国际上对于 没有视频资料认证的登山不认可 于是三个人很快迎来了击撒命运 吴京帮了锅锅锅任 张艺因为动掉了半只脚 回到登山对手家 另一个造主小伙伙结果回到了家乡放羊 就在吴京被人骂骗子的时候 张子怡过来说你不能躲避 你有勇敢面对 然后说我要出国留学了 明天就走 吴京有啥办法啊 你明天就走了 今天才来跟我说这事 我只能勇敢面对了 虽然吴京下方工厂 但是在烧锅炉的间隙 从未放弃对自己的训练 机会果然是有个有准备的人的 1973年上级决定再来一次登山 这一次吴京做队长 组织要求他3月13号去报道 没错 3月13号这天张子怡要回来 吴京放了张子怡的鸽子 去了西藏 见到了昔日的战友松布 半路上遇见了 简博来饰演的李国良 是一个摄影师 三个人共同到了训练营 又见到了昔日的 另一个战友张义 张义热情拥抱了松布 却只和吴京握了握手 看到这里我愣住了 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呢 前面完全没交代呀 吴京可是救他一命的人啊 但是很快导演就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兄弟重逢并肩作战 这种戏码多没意思 张义的助手 藏族姑娘黑牡丹 见到背着相机 咔咔咔的景伯燃愣住了 一段慢镜头告诉我 黑牡丹对景伯燃一见钟情了 爱情来的太快 就像珠穆朗玛峰 果然我要单法会商业的男孩子 就是讨姑娘喜爱的 而景伯燃也迅速爱上了黑牡丹 胶片洗出来全是他 山还没登 胶卷就让你废完了 严酷的训练马上就开始了 一堆人哼哧哼哧的拉轮胎 做出动训练 教练张义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行啊 我要求你们三分钟之内 就要做完这些项目 队员在底下交头接耳 纷纷说三分钟怎么够啊 当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 我恍然大悟 为什么吴京要坚持烧锅炉的同时锻炼 果然只见吴京脱下外套 咔咔咔 一分五十秒完成所有项目 还在全场附赠了五十秒的憋气表演 大家分线为队长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时间走向了1975年 我们的第二次登山任务准备执行 就在执行之时 吴京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张子怡也来登山了 吴京兴冲冲的向张子怡走去 张子怡却把之前吴京给他的定情信号 一个珠穆朗玛风顶的化石还给了他 哎 真是吴京啊 在登顶珠峰之前 吴京先带队员在另一座山上进行了模拟训练 结果刚登山山 一场风吹来就把大家吹散了 景伯兰为了救队友差点掉进了裂缝里 只见这时黑木兰飞动过来说 我来救你 结果把景伯兰成功救进了裂缝里 摔下去了景伯兰蒙了 黑木兰立刻进行了人工呼吸 刚哭了两口景伯兰就醒了 使劲拍黑木兰 黑木兰觉得你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啥 负责保洁的黑木兰也成了登山队员 我更不知道为啥 国家训练了你两年 你居然跑这来谈恋爱 在天时地利人和都达标的时候 登山队决定向珠峰发起进攻 进攻到半山的时候 张子怡说 我觉得这天气上不了 张迪说 我觉得问题不大 吴京只好继续上 然后一阵大风告诉他们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 都给我乖乖下去 吴京下了一半张迪告诉他 张子怡不见了 吴京赶紧去找 对着雪山大喊 徐英徐英 张子怡也对着雪山大喊 发武咒武咒 这明白这是要搞一场雪崩啊 就在两人都看到对方的时候 一块巨石掉了下来 吴京冲过去救了张子怡 我心想不好 这是要复合啊 然而都没有 为了救张子怡 吴京摔掉了一条胳膊 无法担任登山队长 景伯南向张艺提出申请 我来当队长 吴京说 不行 你经验不够 张艺说 我觉得他行 于是景伯南带队出发了 镜头给了黑牡丹一个特写 那爱慕的眼光 隐隐让我觉得 果然景伯南为了保护摄像机牺牲了 原来当年张艺明白的点 就是觉得吴京不应该救他 应该救摄像机 雪的教学让张艺和吴京重归于好 但这时候已经错过了 登顶珠峰的最佳时期 上级要求所有人撤退 张子怡说 我通过观察迹象 我觉得这天气问题不大 张子怡说 我觉得这天气上不了 吴京感动于兄弟的真诚 选择了相信爱情 于是登山队再一次出发了 张子怡的气象队紧紧相随 观察气象的时候 张子怡咳嗽了两声 这咳嗽声隐隐让我觉得 果然咳了一会就出血了 吴京在队讲里大声的说 这是废水种 要给他吸氧喝月水 但是编剧说 我觉得这时候你们拿段真情告白比较好 吴京说行 那就听编剧的 于是告诉张子怡 我要娶你 张子怡听完 死了 吴京化悲痛为力量负重前行 终于登上了珠峰顶段 所以潘登山的故事告诉我们 爬上的时候不要谈恋爱 不然会死的 回皮赛不说 还回演员 故事有问题都是可以在弥补的 但是一个专业的导演 居然连拍摄都出了问题 全片很多地方明显的生化不对位 演员嘴巴都没张 被整形演员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到了后面登山的时候 花园和人脸整体片绿 我当然知道你们的场景 是用澎拍用绿幕抠像 但麻烦你们拍的时候 和抠的时候注点E 你们后期是用爱剪机做了片子吗 我们胡门少年也是澎湃勾想 你能看出我的脸上有绿光吗 我觉得无情完全可以 自己再找团队重新拍一遍 摊登车 好好给比人